3月20日下午,香港歌手荣祖儿写新专辑《很忙》在京举行发布会。 发布会以荣祖儿出道十年的辉煌片段打开序幕。 随后,荣祖儿从天使艺的背景之中徐徐走出,现场演绎了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以及专辑新歌《这就是爱吗?》。 我要一种情感, Believe me, I can't stop, I'm thinking it's so young, 你曾经对我说,做勇敢的女孩。 这么多年来,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,可能遇到事情不能够知道,可能不保护自己的一个人。 而现在我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事情,我觉得都是用时间换满的一些修成来的,成果来的。 当天的发布会全球首播了荣祖儿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而演唱的歌曲《祖国儿女》MV。 在荣祖儿现场热唱之后,英皇高层送上一块题为《祖国儿女》的牌匾,寓意以国为傲。 成龙、谢霆锋、古巨姬、韩红等纵上了祝福,而许久未曾一起出现的Twins,更是为师姐聚首录制VCR,让荣祖儿连连惊呼太难得了。 忙了,所以都很替你高兴,而且最近为什么今天不能出席你的发布会呢? 因为我们都很忙,不好意思哦,也希望你不很忙的时候,比如我们吃饭,希望你可以很忙很忙地继续努力加油, 如果大家问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,我都希望身体健康,因为有身体的,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面对更反重的那个工作哦。 嗯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